利用辅助线制造辅助图形 完成证明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如果AB是直径 CD弧等于DB弧 这样就可以证明AB长 等于AE长 这也是个很漂亮的性质 只要AB是直径 CD弧等于DB弧 这两个长度就相等 也就是AB就是个等要三角形了 请大家想想看 辅助线在哪里 如何画出这个题目的辅助线 制造辅助图形 我们公布提示 因为我们在圆看到直径呢 就会联想到 做直径角 就可以制造全等三角形 所以这一题的辅助线很简单 就是连AD 因为这有直径嘛 我们就连AD 就可以制造90度的直径角 连AD线段 这边有一段话是对辅助线的一点心得 就是说你把它 从图形中删去呢 性质还可以维持 就可以当作辅助线 还好像是个桥梁一样 就是它的图形呢把它去掉呢 结果还是可以维持它的性质 这种线就可以当作辅助线 连AD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想想看它的证明过程 利用什么样的几何定理 我们公布证明哦 连AD线段 就会形成 两个辅助三角形 ADB 跟三角形 ADE 那因为直径的圆周角是90度嘛 所谓直径角 所以这两个呢是直角三角形 而且题目说 弧CD等于弧DB 圆周角定理 角1就等于角2 又有直角又共边 所以形成了ASA全等 所以 辅助图形 ADB 跟ADE 是两个全等三角形 因此呢 AB 就等于A1了 是不是很漂亮的 推理过程呢 只要画这条辅助线就可以了 制造出了两个全等的辅助三角形 它们也是直角三角形 就会证明这个线段相等的性质 谢谢各位 谢谢您的线段观看 Cory 吉尼